六星以任何民意措廠 理由很簡單 因為六星造成的健康危害 已經有非常明確的證據 有很多的國內的研究團隊 都很一致的證明了六星 不管是造成當地或是全台灣居民的健康風險 都大幅上升 那這些研究團隊包括台大 還有東京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跟現在正在進行中國城中大學 那他們不是只是短暫的研究 都是經過好幾年的數年的研究 而且都有很一致的發現 當六星移運之後 我們的居民脈療所在地的居民 患肝癌的致病率跟死亡率都大幅上升 那目前已經是全台灣肝癌的病 最多的一個鄉陣 那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另外在台大當教授的研究也發現 當地的血癌也有一樣的 非常嚴重的一個情形 那另一方面的話 六星會製造大量的PM2.5 所謂的細腺腐圍力 那這個細腺腐圍力 在國外已經有好幾十年的研究 都證明了它跟兩種疾病的相關性非常大 一個是肺癌尤其是肺腺癌 那另外就是心血管疾病 造成了我們的心臟病 腦中風等等 那在中部的細腺腐圍力的 這個平均濃度呢 是國外標準的三倍到五倍 那在全台灣來講呢 幾乎也沒有一個地方是合格的 那這個細腺腐圍力 不光是造成當地的問題 也造成全台灣的問題 因為這個細腺腐圍力會飄散得非常遠 全台灣都會燃造到它的影響之下 那我們的政府說要管制細腺腐圍力 所以這個議題一定要納入這個六星破產的考慮 那因此有以上的研究可以說 這個在我們地匣人仇的一個台灣 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單一石化產業 那這個產業對我們台灣的 居民的健康生命 已經有非常嚴重的危害 那這個危害可能會造成人民的損失 造成健保的支出上升 可能都是超過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因此個人以醫師的立場 反對這個六星以任何名義破產 那他面對著這麼嚴重的健康危害 唯一的解決之道 就是只有減產 大幅度的減產 然後要對當地居民的健康生命的影響 要負起責任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企業 所以應該有的社會責任 那以上報導謝謝